大家好,我是董振榮 我是台灣轉售權第一站的站長 首先我們在這一個系列的影片 我會教大家分享一些網路創業這方面的知識 包含我們這則影片要談的網路創業如果沒有產品的話要怎麼辦 以及接下來我們會談說要怎麼去製造自己的網路創業的產品 那首先我先做個簡單的自我介紹 我本身畢業於中央大學的數學研究所 基本上我就學數學,然後從事過一些補教業 然後也在學校還有五專當過講師 那也在救國團社大社區大學當過講師等等的 那首先我想說我的簡介就先到這裡就好了 那我們比較著重在現在這個影片的主題 也就是網路創業沒有產品要怎麼辦 那在我談這個問題之前有幾個你要先知道的觀念 特別是你一開始想要在網路上賺錢或者是創業的時候 那第一點就是一開始別想要靠廣告的點擊賺錢 因為像Google或者是BlogAd 就是Blog廣告等等的這些 你要真的在靠廣告的點擊來賺錢 你的前提必須要是你的網站的流量很大 可是一開始在從事晚賺的時候 你的部落格才剛成立 怎麼可能會有多少人來看 所以在那個時候你就要太急切的去把這些廣告放在上面 最後的下場就是沒有人點 所以也賺不到什麼錢 但是我在一開始提這件事情是因為 這是很多人初次在網路上賺錢的時候會採取的方法 我認為他有一些更好的方法 那也是我在這邊想要跟你分享的 但是我這邊先提醒大家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靠廣告點擊賺錢 其實是根本賺不到什麼錢的 還有就是第二點 遲早你需要學會一些必備的網路行銷的技能 例如你遲早你會發現你會需要架設自己的網站 有自己的網站就是你的 而不是依附在別人的 那你也遲早可能會開始去製作你自己的產品 所以你需要會製作一些電子書或錄製影片 還有會操作一些必要的軟體 這是你遲早要會的 沒有人 事實上是這樣子的 有很多人都跟你講說 在網路上只要打打廣告 貼貼廣告 留個眼 這樣就有很多賺錢 沒錯 這是給新手的建議 但是這也是最類人的地方 因為在網路上你做這些行銷的動作 打廣告的動作 並不像我們一般工作 打工還有時薪來計算 一個小時最起碼95塊100塊 可是你在網路上在那邊貼廣告留言 一個小時兩小時過去了 可能回報的一點收入都沒有 所以呢 對新手來講 的確你可以去嘗試這些做法 但是遲早你需要讓你自己的知識提升 提升到一個地步呢 你可以開始去知道一些網路行銷一些比較進階的技巧 甚至去開發你自己的產品 這也是我們下一則影片會說到的 那到這個時候你才能夠真的越做越輕鬆 也就是說你並不想要一輩子都在那邊貼廣告 然後賺一些小錢吧 所以這也是我在一開始先提醒你的一點 再來第三點要提醒各位的就是 你遲早需要大致的了解整個網路行銷架架 其實整個網路行銷架架是非常的龐大 它有非常非常多的主題 那在一開始進去的時候 進入這個網路創業網路賺錢的時候 你可能一點都不知道 那少數幾個你可能比較清楚的 就是有部落格這種東西 然後也許有Facebook這樣子的東西 然後呢還有YouTube這樣子的影片頻道 可以放影片 但是呢也許你有在你甚至有你自己的Facebook在玩 但是它跟做行銷又有什麼樣子的連結 這是兩碼式的 當你自己是消費者使用者的時候 只是純粹娛樂工人在玩 跟你自己是行銷人的立場 網路行銷人的立場 去操作同樣的工具 事實上方法跟手段和目的都徹底的不同 那更別說到還有一些更進階的主題 例如說要怎麼去開發自己的產品啊 要怎麼做甚至做一些付費的廣告啊 等等的 所以啊你也是要 遲早要去學習 學會這些網路行銷的架構 當然沒有人叫你一定要去精通這每一個領域 事實上也是不可能 你初步的去學習這整個架構的目的呢 希望呢你自己能夠以後如果要 開發自己的產品啊 整套的流程都學起來之後 你自己可以用在你自己的產品上面 你當然也可以用在去推廣別人的產品上面 然後你當然也可以用來拉流量啊 然後開始做一些廣告點擊賺錢的動作 那更重要的是說 你學會這個之後 你就可以開始去選擇其中一個領域 然後去專注的投入 然後成為這個領域的專家 舉例來說有人就是比較精通Facebook的行銷學 有人啊就是比較精通YouTube影片行銷 真的啊 那事實上啊行行初算員 網路行銷裡頭的領域非常龐大 你只要專的夠細 基本上你也能夠在那個領域 那個主題成為一個專家 所以這也是你遲早需要進行的動作 那最後一點是你遲早需要你自己的產品 因為不管你再怎樣去賺這些廣告收入 還推廣別人的產品 都沒有比你擁有自己的產品的獲利還要更高 當然我們一開始沒有辦法要求 要求你就馬上有自己的產品 實際上這需要一點過程的累積 但是事實上擁有自己的產品 也沒有你想像中那麼困難 我們在下一則影片 我們會談談要怎麼去製造自己的產品出來 用很快的速度 不過我們這一則影片是著重呢 要解決你關於網路創業或賺錢沒有產品的問題 好 那再來呢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基本上網路賺錢只有分兩種最主要的方式 一種就是擁有你自己的產品 然後下去賣 第二種就是去推廣別人的產品 然後去賺取推廣的佣金 就像保險啊 他賣一張保單他會抽佣金啊 這是就是所有Sales都在做的事情 對 那差別只是差別在於你是在推廣自己的產品 還是推廣別人的產品而已 那當然這邊我還是要再強調一次 你遲早要你自己的產品 因為這樣子的利潤是最高的 別人搶不走的 還有很多理由 為什麼你遲早需要你自己的產品 不過我們在這邊點到為止 那至於呢 推廣別人的產品啊 這其實是有一個名稱的 它叫做聯盟行銷 英文叫做Affiliate Program 簡稱叫AP啊 就是這個Affiliate的A跟Program的P 合併在一起 AP計畫或者是AP這樣子 那聯盟行銷其實是十幾年前就有的一個動作 事實上基本上就是說 你去推廣別人的產品 然後別人呢 就把一定比例的佣金給你 那這個啊 在平常在以前的實體的店面 就已經有這樣子的制度了 只是搬到網路上來做要怎麼做 會比較有技術性一點 基本上它的做法就是呢 它會給你一個專屬的網址 一個專屬的連結 那你加入他們的聯盟行銷計畫之後 他們會給你一個連結 然後透過這個連結 你只要下去宣傳 就叫人家說去點擊我這個連結 那他們呢 就是這些顧客呢 就會透過這個連結 就會進到你推廣的那個三點那個網站裡頭 如果他有購買的話 系統就會自動的追蹤 然後並且把獎勵金算給你 這個時候你再回去你的聯盟行銷的後台 他通常會給你一個會員專區 那你就可以去查看 說你有沒有真的賣出去 甚至賣出去的時候 他可能會發一封email告知你說 恭喜你你已經有賣出去了等等 這是基本上在網路上做聯盟行銷的方式 那在這邊啊 我們要給你的一個解答 就是如果你一開始 就是剛剛這個問題 一開始你沒有產品的話要怎麼辦 答案其實很簡單 你沒有自己的產品 你就去推廣別人的產品 就是這樣子而已 也就是說做聯盟行銷這一塊 但是聯盟行銷這一塊好做嗎 或者是怎麼做 或者是有哪些網站有在提供呢 國內外有哪些網站呢 這是我們接下來要談的 不過這個主題啊 是你一開始最容易投入的 對不對 所以呢 重點啊 苦口婆心的在勸你 就是說 這是一開始 你要從事的主題 那遲早 遲早 你要開始 努力一點 去擁有你自己的產品 這樣子是最好的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介紹一下 國外 我們先介紹國外的 最知名的聯盟行銷的平台跟網站 最有名的可能就是 亞馬遜的網路書店 或網路商城 亞馬遜書店 就是 一開始它是用網路書店 開始的 但是後來因為它發展越來越大 所以呢 也開始有賣各式各樣的東西 那在亞馬遜書店 的商城裡頭啊 它的產品的推廣佣金啊 它有它自己的聯盟行銷計畫 最高啊 它說啊 就是可以最高有15%的獎勵金 那 亞馬遜書店還有一些特色就是 你可以在上面 如果你寫好你自己的電子書 你可以在上面去賣自己的電子書 真的 它讓你自己可以自行出版 可是啊 目前只能賣英文的電子書 所以 你怎麼辦 你也沒辦法寫本英文的電子書拿上去買 當然我們有解決之道 我們會在後面的影片教你 怎麼樣不寫半個字 你還是能夠擁有自己的英文的電子書 然後可以下去販賣 不過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網站的介紹 好 這邊啊 我們到維基百科查一下 亞馬遜公司的一些簡介 它成立於1994年 各位可以看到右邊這邊 零售業 零售業 年移業額高達148億美金 非常可怕 員工人數 2008年所有 這是多少 兩萬 兩萬人 非常誇張的一個公司 所以啊這邊有它的一些簡介 再來啊 再來啊我們真的到 呃 我們就先掠過這些簡介 然後到這個網站上實際來看一下 這個是他們的首頁 他們的首頁目前主打的是這個Kento 就是電子書的閱覽器啊 所以這邊不是重點 重點是呢 我們現在要來看一下它的聯盟行銷方案在哪裡 你看 我們捲到下面 Make money with us 就是 呃 跟我們一起賺錢 所以啊它有幾個選項 Sale on Amazon 就是你可以在上頭賣你自己的東西 Become an affiliate A affiliate 就是聯盟商 就是聯盟行銷計畫那個聯盟 就是聯盟商就是你成為幫他們推廣 然後獲取獎益金的人 那你也可以在它上面宣傳你自己的產品 或者是自己出版 就是我剛才講 你可以自己出版你自己的電子書 所以我們最主要在這邊 我們著重在來看一下 如何成為他們的聯盟行銷會員 好 所以點擊進去之後啊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頁面 那我簡單的幫你翻譯一下好了 他說啊 透過啊去宣傳亞馬遜的商品 你可以賺到錢 那你最多可以賺到15%的推薦獎金 那有三個步驟 就是你可以在你自己的網站上呢 去宣傳亞馬遜的商品 然後呢那些人呢看到之後呢 就點進去亞馬遜書店 然後他們購買之後你就賺到最高15%獎益金 他說就這樣 這支基本上就是聯盟行銷在做的事情 他們已經做了15年有了 所以其實是非常非常成熟的一個模式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基本上就是這頁面 那如果你要加入他們 join now for free 那你就點擊這裡 所以我現在按一下 你看完這支影片之後 你有興趣 你可以自己進去申請一個來玩玩看 所以 基本上就是 你只要填你的email就好了 他說 他這邊有兩大類 你基本上你要選上面 就是我是一個新顧客 就是你如果沒有在亞馬遜書店 買過任何東西 你就選這個 然後把你的email填上去 基本上他就會 你就會進入他的申請流程 你當然需要一點英文的閱讀能力 所以我們在這邊沒有要實際帶領你去註冊這個亞馬遜的Aviliate Program 就是聯盟行銷計畫 不過啊 我們這邊再給你看一個 就是如何在亞馬遜書店自行出版 他有幾個方案 不過其中一個是你可以把它 把你的電子書放在他們CANDLE的那個 電子閱讀器的那個軟體上面去賣喔 所以我們順便點一下 就點擊這邊來看一下 如果你要上傳你的電子書的一些更多資訊 這個就是他們自行出版的 他叫直接出版的 就是你可以自己直接出版的介面 所以他說啊 我簡單翻譯一下 他說啊 你可能啊 就是藉由啊 你自己出版 你自己寫好的電子書 比如你上傳再到他們的這個商店 那你可以賺到70%的版稅 70% 也就是說他們可能抽三成啊 那替你賣嘛 然後 然後你抽 你抽七成這樣子 好 但是啊他說啊 你可以自費出版的語言有 英文 德文 法文 西班牙文 葡萄牙文 還有什麼的 意大利文 就是沒有中文啊 所以我才說 基本上你 你當然不會什麼德文什麼的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要 真的要做就是 呃 要 PO 就是要放一些英文的東西 好 所以我這邊呢 簡單的讓你看一下 好 接下來我們再回來 我們的主題 所以啊 你可以看得到啊 亞馬遜書店 其實 呃 在國外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而且的確有人啊 一些外國人 寫了不少書 呃 在教你如何 在亞馬遜書店賺到錢 因為畢竟啊 他們的利潤最高 可以到15% 也蠻值得一試的 再來就是 呃 也 後來啦 也越來越多人 去開發很多的軟體跟工具 例如說 怎麼去把 他們的一些產品 很大量的 上傳到你自己的網站上 等等的 不過我們這邊 就只是一個簡介 第一個是亞馬遜書店 第二個啊 它叫做Clickbank 呃 有人翻譯叫點擊銀行 就是照主次翻譯的 Click 是點擊 Bank 是銀行 Clickbank啊 它是國外 就我的感覺 就我所知啊 它是國外 數一數二的 聯盟行銷的平台 應該可以說是最大 它有幾個非常 非常 獨特的特色 那我們等一下看完這些特色 我們在實地的走訪一下 它的網站 瞧瞧 第一個特色就是 它們都是資訊型的產品 它們裡頭販賣的都是資訊型的產品 也就是說 資訊型的產品就是呢 它不是任何實體手拿得到的 所以它不需要運費 寄給你那個東西 因為所有的東西都用線上傳遞 下載就可以完成 例如說電子書啊 影片啊 或是賣會員 會員網站啊 就是你購買之後 你成為某個網站的會員 然後到他們會員專訊之後 然後你就可以去觀看相關的 你購買的資訊 影片啊等等的 這些 這是第一個它的特色 這是非常主要的特色 就是資訊型的沒有實體的產品 那這樣子有什麼好處 資訊型的產品最大好處就是它的成本非常的低廉 因為實體的產品 實體的產品 整個製作的流程啊 公開製作等等要耗費掉 有將近很大一個比例在成本上面 好 那第二點就是 它幾乎啊 那個資訊型的產品 各式各樣的主題都有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來看一下它有哪些主題 第三點就是因為它是資訊型產品 所以它聯盟行銷的獎金 通常至少可以播到30% 甚至最高到75%給你 75%是非常誘人的喔 這個就是為什麼 在國外很多人在談要怎麼靠Clickbank賺錢 因為Clickbank製造了非常非常多的百萬美元的富翁 所以在國外啊 因為他們有一個這麼好的平台 聯盟行銷的平台 所以相對之下 國外做網站或網路創業的人成功機率會比我們大很多 原因是在於說他們這方面已經比較成熟 而且有一些相對的網站 那可惜的是呢 在台灣 並沒有像Clickbank這樣子主打資訊型的產品 當然我們在台灣也有聯盟行銷的網站 這我們等一下就會看到 那 那這個啊就是說 當你啊 聽到國外有很多人可以賺很多錢的時候 其實 最主要 你可能會想說 那台灣啊 有可能辦到嗎 其實這時候你要去看的點是 國外有哪些工具 是我們台灣還沒有的 如果台灣沒有 國外有 那 你當然就比較不容易賺到錢 可是這也是一個商機啊 就是如果國外的沒有的 你卻有辦法把它引進國內 而且如果你是一間公司 那當然你有比較多資源 如果你是個人 在你個人的能力所集的範圍內 你可以引進國外的一些 已經證實成功的創業模式 賺錢模式 引進國內 那我相信 你自己一定能夠賺很多錢 現實上我們台灣轉售權 第一站就是一個 把國外成功的模式 然後移植到國內 台灣本土的一個 一個案例 所以 那我們接下來 就實地走返一下 Clickbank 來看一下他們有哪些產品 好 這就是他們的網站 所以啊 它的介面其實很簡單 它只有分兩區 就是Aviliate 就是你是聯盟商 負責推廣他們產品的 Vendor 就是他們的廠商 所以我們先來看一下 你可以去推廣什麼樣子的產品 我們點擊一下它上面的 產品市集 好 那在左邊這邊 Cartories 這個分類 你就可以看到它有各式各樣的 藝術啊跟娛樂 這是什麼 賭博 還是 Business 商業 等等的 然後還有電腦 網路 然後還有食物 還有這個 網路行銷 網路事業 我剛才點擊了這個賭博系統 還真的是賭博 世界第一的樂透系統 等等 各式各樣 然後可能最熱門的啦 我認為是 就是這個電子商務 跟網路行銷的產品 就是E-Business 跟E-Marketing 然後還有 欸 教育方面的 還有教育方面的 還有教育方面的 網站 然後還有健康啊 等等 還有語言喔 還有人在上頭 教人家 中文喔 如果你要錄製 那也可以 還有手機的 等等的 還有政治啊 自助 心靈成長這方面的 還有軟體啊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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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靈性的 新時代的 然後一些 宗教 這方面的主題的 潛能開發的 等等的 然後什麼 運動啊 旅遊啊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啊 在他們這邊的產品啊 基本上是 應有盡有啊 什麼都有 而且重點都是 資訊型的產品 所以啊 你在裡頭 你當然可以挑 你有興趣的 然後下去推廣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再回到首頁來看一下 如果你啊 你現在是要成為他們的 聯盟商 那我們來點擊看一下 有沒有更多的介紹 有 他這邊啊 說啊 其實 就是他是怎麼運作的呢 他說有五大步驟 第一個就是你先 加入他們的會員 Clickbank 然後第二點啊 就是 去找 你要的商品 去推廣 然後找到商品之後啊 去找一下你的 檸檬行銷的專屬連結 就是這個商品的專屬連結 那你之後呢 那你之後就去替這個 這個連結去打廣告 或在你的網站上打廣告 然後呢 Clickbank會追蹤每一筆交易 之後你就可以賺到錢啊 然後再找更多的商品去推廣 那講很簡單啊 不過基本上這就是聯盟行銷 在做的事情 他說他的特色啊 就是 最高有75% commission獎勵金 還有 他有 上萬個 上萬種產品 還有非常多 非常多的特色 所以這一間啊 不要看他網站啊 沒有什麼 沒有長得沒有怎樣 事實上他是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大件的 Clickbank 好 所以我們再回到 我們的 PowerPoint檔 好 所以現在啊 我們就介紹完 Clickbank了 那你可能想說他 國內呢 國內有哪些呢 那 這邊我們就來介紹 國內比較知名的 聯盟行銷的網站 首先啊 我個人覺得可能 數一數二有名的 就是奇摩啊 Yahoo 的大聯盟 他基本上 他的特色有 他的獎金啊 最高 達6% 而且他知名度很大 商品也很多 在這邊你可能想說 啊 怎麼才6%的獎益金 別忘了喔 因為大部分 他們賣的 都是一些實體的產品 而且在台灣啊 就是說 聯盟行銷的觀念啊 還沒有非常的成熟 普及 應該這樣講 所以啊 那一般產商啊 也不會太 也不會想要說 冒太大的風險 去播出高爾的利潤 那最主要是因為 他的實體商品 所以他的利潤都是 就是 能夠播其實很少啦 對 那我們實際的來走訪一下 這個奇摩大商大聯盟來看一下 好 這邊你可以看到 就是奇摩的購物中心 那你要去哪裡找呢 去參加呢 就是在這裡 右上角這邊 百億分紅 給他點一下 你看他也標紅 紅色字 這個很重要 那左邊這邊 他說 如何加入大聯盟計畫 大聯盟使用方法教學 那我們比較重視的是 大聯盟的推薦獎金表 所以我們點擊進去 現在他賺錢的方式 就是我們剛才講過 聯盟行銷的方式 這邊有張推薦獎金表 它是依產品的分類 而給予不同的獎勵金 他說如果你是賣推廣資訊型 電腦啊 消費電子 試聽家電 交通美食 而且對方呢 是用ATM轉戰買 那你有3% ATM轉戰為什麼 因為 因為如果用信用卡或超商付款 他們本身啊 這個購物中心需要負擔手續費 所以你賺到錢當然就比較少 所以你看喔 這樣子才1% 你賣個1000塊 才賺個 多少 10塊 我們老天啊 賣1萬塊 就賺100塊 非常少 那還有各式各樣 那最高的可能是家具 然後用ATM轉戰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 推廣他們最高額的人 那你就是去推廣他們的家具 然後呢 建議每個人都用ATM轉戰 直接付現 可是你看如果用超商分期付款 就只有2% 對 那還有賣書 書還至少4% 還不錯 所以你可以看到啊 他們其實啊 有很多很多的商品 只是呢 佣金都不多 這樣子看起來 其實說實在話 也很難賺到什麼大錢 可是呢 我們現在是以一個 呃 網路新手的角度來替你解說 如果是高手 當然是絕對不會 不會 氣笑到去推廣這樣子的東西 因為 很簡單 利潤太低了 但是在你一開始 你沒有自己產品的時候 這也是一個選擇 再來還有 還有另外一個平台也是蠻大的 好 就是啊 博克萊的網路書店 博克萊網路書店啊 他是專門的在 呃 賣書嘛 對不對 那 非常適合 很喜歡讀書的人 而且他獎金啊 最高有4% 那他也是國內呢 最大的網路書店之一 所以現在我們來實地的 看一下這個書店 好 現在你看到的就是博克萊的書店 所以我們這邊要來找找看 他又 他又 這書店看起來很複雜 有很多東西 你要在哪裡找到他的 他的那個聯盟行銷呢 就往下找就對了 或往上找 這裡 APAviliate Program 還記得嗎 剛才AP就是聯盟行銷 的所寫 AP策略聯盟 再給他按一下 他就會跳出來解說了 那這邊 基本上還有解釋 AP就是Aviliate Program 夥伴計畫 我叫聯盟行銷 都OK 那這邊呢 他就又獎金了 如果 他說你有分幾種 就是獨家AP 就是呢 你個人的網站 只有推廣 柏克萊網路書店的產品 而沒有推廣其他的 那這時候你會有更高的獎金 獎金比例 就是說 書籍最高 他就給你4% 可是如果啊 你在你的網站啊 又推廣 柏克萊 又推廣 Yahoo的奇摩大聯盟 那他說 你就是非獨家的 那你只能賺2%而已 那當然 那種無回饋金的 就有些商品 他播不出利潤給你 那就0元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啊 他在鼓勵你 專門成立一個網站 推廣他們的產品 因為這樣子的話 你就是幾乎所有他們的商品 你都至少可以賺2%到4%的獎勵金 好 2%到4%一本書 200塊 4%你可以賺8塊 看 看你囉 那我這邊可以給你一個數據 書籍的作者的版稅通常是10% 也就是說你替 你替他們賣書 賣出去 你大概賺的就是 書籍的 那個作者的 將近一半 聽起來也不賴啦 但是其實也沒有那麼好賺 好 現在我們再回過頭來看 還有一間 叫PC Home的分紅網 他的特色就是 他獎金竟然最高 播到50% 商品種類很多 所以話不多說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網站 好 這裡就是 商店街的分紅網 那重點我們要看哪裡呢 我們看左邊這邊 他有一些排行榜 成交達人排行榜 不過我們這邊的重點是 這裡 第一個 商店分紅 利率 排行 也就是說這間商店 因為提播百分之多少的商品 最高的是有人敢提播百分之五十 那是一間烘焙店 那目前只有成交一個 你看喔 這些數據你要好好思索一下 我 我分紅利率很高 但是 有沒有人真的在推廣賺到錢 那這幾個前面五名都是50% 可是 卻最多只有 只有100個 成交次數而已 換句話說 呃 很少有人推成功啊 你自己想你也知道啊 像這個假角拖 你在網路上 呃 誰會比較願意去買假角拖 機率本來就很少 所以他們利用很高很高的分紅利率 來吸引人去推廣 所以事實上都 銷售量都很低 那你基本上在首頁也可以看到 40% 30% 基本上最多就是 像這個賣很多東西 就是 200多個人推廣 你看到這邊就30% 所以其實雖然 雅虎的大聯盟最高只有6% 那這邊其實 即使高30%以上 也沒有什麼人 事實上也沒有什麼人在推廣 可能30%最多人推廣了 成交最多的就是這一個 親子生活館 可是你可以接下來看下去 幾乎成交率都很低 你看就20%以下了 所以啊你要怎麼去推廣啊 這邊呃 不是我們 呃 這個 這個影片的重點 我只是秀給你們看 有 這樣子的機會 可是 我要讓你知道 你看一下成交的次數 你就知道在推廣上的難度有多高 幾乎 幾乎都沒有啊 所以啊 其實 說實在話的 聯盟行銷啊 我個人是建議你 去推資訊型產品聯絡行銷 因為通常都會有20-30%以上的獎勵金 遠比你推這個實體的產品好太多了 畢竟現在購物這麼方便 很少人還願意在網路上付錢 然後還在等 還在等這些商品寄過來 我們去加勒服啊 愛買啊 就能夠買得到 所以可以看到其實一直到15%啊 其實都還是很少人 就是很少的成交次數 OK 那我們這個就先看到這裡 再來我們要看一些呢 叫通路網 那它是號稱全國最大的聯盟行銷平台 而且它說它的獎勵金最高達50% 但我們目前不知道這50%到底是好推還不好推啊 就像我們剛才在PC用的粉紅網 看到50%商品基本上都沒有人 都沒有推廣成功 它比較特別的是呢 它還有下限制 也就是說它有傳直銷的下限制 可以玩組織 你可以去招募 那你可以去抽成 抽你下限的業績 因為據我所知啊 通路網串辦的人啊 他們早期也是做傳直銷做起來的 所以他們也就是把這個制度給引進 你如果上網找一下通路網這個詞啊 它事實上廣告打的蠻大的 OK 所以在這邊啊 我們在實地簡單走訪一下這個網站好了 好 你在這邊可以看得到 這就是他們通往的網站 他說廣告點擊不用錢 有成交才付費 這樣子 所以他們呢 也是跟很多很多產商合作啊 C11啊 博客 你看郭克萊爾的書就一頭拉股了 所以博客萊爾本身有他們的聯盟行銷計畫 他們又跟這裡合作 那當然對他們來講 他們又沒虧 就是有多一個地方曝光 也沒什麼不好 所以 這個是他們的broker 那你可以申請 你就可以在後台去查詢 有哪一些的商品等等的 這邊我們就不多說了 不過他這邊只有講他有100萬種商品 最高回饋有50% 為什麼100萬種 因為你自己想想看 博客萊爾的書就幾種啊 對啊 所以其實100萬種看起來很多 事實上 很多都是別人的啊 就是光書店這個就一頭拉股了 好 現在我們再回到我們的簡報 所以啊我們總結一下 在網路創業沒有產品的情況下 怎麼辦 在一開始 很不幸的 如果你真的很想要很快的 馬上有收入進來 即使是微博的收入 那解決之道就是做聯盟行銷 推廣別人的產品 但是你要記得這不是長久之計 你可以先去做一個網站 然後推廣看看玩玩看 但是你需要心裡有一個準備 就是你需要再學習更多的東西 網路賺錢它不是一朝一夕的 有些人的確他說網路賺錢很快很輕鬆很怎樣 然後他們有工具有軟體 可是事實上你仔細下去看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些都是一些不太那麼 就是不太也不能說不合法 但是不太正當的手法 舉例來講可能在Facebook 你在Facebook 如果你有Facebook的話 你一定會遇到有一些莫名其妙的 可以加入你的好友 然後那個照片還是美女圖長得超美的 然後你加入之後你才發現 在那邊狂發那個 廣告信給你 網路賺的廣告信給你 這是因為有人在教這樣子的手法 也有軟體在教你怎麼做 所以才會有那麼多人 單單用Facebook在做 所謂的這一類的Facebook行銷 基本上我個人不太喜歡這樣子的方法 我會建議你呢 多去學一些紮實的內容 可是很不幸的在這個領域上 充滿很多錯誤的觀念 有機會呢 我們的網站也會推出 在我們的產品之一 有一個叫網路迷思的播出 的一個產品 我會讓你了解 其實有很多很多錯誤觀念 充施在這個網路創業 網路賺錢的這個領域裡頭 不過呢 接下來你需要繼續加油的 就是去學習整個網路行銷的整個架構 這可能需要 我個人是建議你至少可能要花個一年的時間 好好去學一下 第一年不要急著去賺到什麼錢 甚至前一兩年都不要 如果你真的把它當成是一個事業或創業 我會相信你可以明白我的話 一兩年的準備期 不算非常長 如果你貿然投入 如果你投入的是沒有錢 像聯盟行銷不用花你什麼錢 就是花你時間而已 你打好之後失敗 你賺不到錢而已 或賺到小錢而已 你就很call 你就很all而已 但是如果你真的投入 如果花比較多錢 例如說會開個電子商城 PC用開個商店街還是什麼的 那花了幾萬塊下去 那這時候 你當然就需要比較注意 而且說實在 我們念一個大學都要花四年的 學分技能也需要花好幾個月到幾年的時間 所以沒有道理說這一切到網路上 一切就會變得不同 事實上你要學的東西 還是很多很多 所以我最後我其實會建議你 在一開始沒有自己的產品 那就先推廣別人的產品 沒有錯 但是遲早你要想辦法有你自己的產品 所以我們在下一則影片呢 會教大家如何製作簡易的 屬於自己的產品 它實在沒有你想的那麼困難 那我會給大家一些免費的工具 可以讓大家立即使用 那同時給大家一些idea 一些想法 要怎麼去寫本電子書 或是錄製一段影片 好 那在這邊這則影片就到這裡為止 謝謝你的觀賞 希望你在這一篇 這一則影片 你有學到一些東西 我是董正龍 同轉售全地站站站 謝謝你的觀看 再見